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咸诞报社 在我们人类文明里,花甲之年本该是儿孙绕西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这是每个人年老之后最好的,也是应得的结果 然而世界上有些生命想要快快乐乐的活下去真的好难 他们活了很久很久,想要死却很难 位于肯尼亚赤道地区的莱吉比亚中部的奥佩吉塔自然保护区 住着三位非常特别的老人 Sudan, Nanjing和Fatou是这个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对象 他们是全世界最后的三头北非白犀牛 其中Sudan更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孤单的犀牛 原因就是他是全世界唯一一只雄性北非白犀牛 Sudan唯一的玩伴就是每天24小时拿着AK47的巡逻员 可悲的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犀牛脚已经被割去 就只是为了打消偷猎者的际遇而已 如今Sudan已经达到43岁的高龄 相对于犀牛最高寿命只有50岁来说 它已经年老体衰 再加上其他两只母犀牛疾病缠身 它们早已失去了自然繁殖的能力 而科学繁殖的机会微乎其微 等于说在不久的将来 这一物种很有可能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犀牛脚所带来的暴力 不只驱使偷猎者不惜一切得到它们 甚至还包括了别人的生命 在几年的时间内 已经有20多名奥佩吉塔的巡逻员 在对抗偷猎的过程中殉职 这些庞然大物在野外本该自由自在的生活 就是因为它们唯一的天敌 人类把它们送上了绝路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人们对动物应该多一点保护 少一点伤害 好吧 希望地球人不断的作妖让我们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枯燥新闻也需要情调 还不点关注你现在等什么呢